现前的凯米台风影响强降与让大甲和大安息的河道改变 影响了一些防治河川阳城的工法设置 为此台中市环保局今年举办的河川阳城应变防护演练 重视应应的机制与回报 希望透过临场的演练 让各应变单位能够熟悉程序 让河川的阳城危害降到最低 学书报告 环保局启动河川阳城三级应变 台中市环保局发布了河川阳城警戒 各学校单位立刻展开应变措施 停止外上课 进到了教室关闭门窗 模拟真实的应变情况 为了应应东北季风可能带来的危害 台中市环保局这一天 启动河川阳城应变防护演练 河川的防护不只是我们市府或环保局能够做好的 那我们透过比如说跟第三河川分属的一个合作 还有我们教育局卫生局警察局等等 我们透过联系的一个平台 然后把相关的一个分工做好来 那希望说透过应变 让大家能够知道说各司其子 然后做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达到我们防护的一个工作 台中市环保局表示 今年的凯米台风影响强降局改变了大甲以及大安西的河道 也影响了原有的防治工法设施 而虽然台中市近十年没有发生河川阳城现象 但还是不能松懈 因此今年特别重视应变的机制跟回报 同时也结合了AI科技来强化阳城的应变防护机制 因为天后状况会随时发生 那也提醒说附近 比如大安大甲西临近的一个黎民 如果有发生河川阳城状况 能够随时回报给黄保局这边 那黄保局会透过相关的一个系统在模拟监控当中 那有相关的一个应变状况 我也会随时回报给各区公所跟黎民的指导 我拉出来科技执行的部分 我们就要看说我们怎么样去开发这些科技 是让我们人可以去信任它 那人拉出来的部分 我们可能就在想说 那我人这个部分的效率跟意义上面 是不是真的一定有必要 然后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再去改进的部分这样 演练过程包含了预警 轻度 中度 重度 应变等级的情境同步操演 化局处单位同步跟地方联系 更结合了警察单位配合执行 要提升民众的紧急应变及救护观念 也要让河川江城对民众的危害降到最低 这里讲话台中采访的